大家好朋友们 给大家看一段视频啊 又是粉丝报的料啊 交白十五一斤 一米给了一斤 黄瓜 黄瓜七块五啊 十三块一斤 十块钱一斤 十三 这个多少钱一斤啊 牛麦菜多少钱一斤 小兰豆十六是吧 十四是吧 十四是吧 芹菜六块 两块八 这些多少钱一斤 六十五 这个七十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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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虾三十五是吧 这个也三十五 这餐鱼怎么卖 现在水鱼多少钱一斤 鱼呢 这个大的 三鱼呢 四十一斤 今天那排多少钱 那排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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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的菜价也这么离谱了啊 喝点十六 喝点十六汁 温州啊是中国私营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啊 温州模式吗 但是老百姓啊也都是一分钱一分钱挣出来的 普通人的收入也没那么高 也不是遍地都是大老板 对吧 还是为五斗米而折腰的 这个工薪阶层啊 挣个几千 挣个万八千的 这样的人是多数 是吧 温州的农村还都很多人还在那种地呢 还在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 温州还有好多什么青田啊 什么梨水啊 黄岩啊 这个玉环啊 像这个什么盛县 盛州天台 仙居啊 这一带我都去过啊 这个 这边人聪明 我记得我1993年 那会儿这边还没通火车呢 然后坐着长途车来这边跑业务 到了是青田县啊 还是那个刘伯温 刘伯温是青田的吧 青田的 还有一个叫什么县 我现在有点忘了那名字了 反正就到了那地方之后 晚上下着长途车 当地人人家真是想方设法挣钱 就拿一个脸盆 脸盆里给你倒点热水啊 不是烫的啊 反正是热的 让你洗脸啊 因为脏嘛啊 就是这个就是赶路嘛 赶路这个有时候就疲劳 另外有尘土 暴土扬长的 就让你洗洗脸 然后干净干净解解乏 五毛钱啊 这事我到现在都记得 93年到现在多少年了 28年了啊 连温州的老百姓都觉得菜价贵了 温州人还是比较富的 还有温州有个县叫苍南县 苍南县有个龙岗镇啊 那主要是做这个包装的做印刷的啊 当年我在这个植物油油厂工作的时候 曾经找过他们给我们做这个这个这个油瓶子上面这个商标啊 找过他们一个小伙子啊 这个小伙子还帮我介绍过生意呢 那个我是通过那个谁认识他的老金 老金是这个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图啊 那会儿叫北图 在这个紫竹院啊 这个北图公会的老金认识他的 这哥们还挺仗义 还给我介绍了新华社新华社机关的团委书记 那个姓赵啊 结果呢挂上钩之后 新华社有六七千人 有很多下属单位三分之一 两千人左右 后来就过年过节发我的油啊 当然我自己也联系了新华社一些单位 包括新华社的传达史 还要过我的烟啊 那会儿我批发香烟 从哪进啊 就德胜门城楼底下 北户城河边上那条街 就是那个白宝山到那还杀过一个女的 女烟饭卖烟的卖烟都是现金啊 给人家给一枪就给崩了 那女的就给打死了啊 我也到那去禁烟啊 不是林则徐禁止的禁是吧 而是禁货的禁 我什么都卖啊 烟也卖完了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飞机票火车票啊 连空军 连那个航天旗 郭绪新他们那个空政文工团 也从我这要 要这个这个火车票飞机票啊 现在啊真是苦不堪言呀 现在这个物价太贵了啊 温州那地方人勤快啊 有的14岁15岁挑着担子 那会儿啊刚刚所谓的改革开放 人家跑内蒙古 给人修鞋去啊 修鞋 这个挣第一桶金 然后就开始做买卖啊 还有这个温州炒房团 是吧全中国都有名的 是吧 还记得那会儿我到温州去93年 他们那个出租车是东欧产的吧 是苏联产的波兰产的 叫菲亚特吧 叫126P啊 那小车突突突 然后那小车那个没有是单单排座 只有那个正驾驶副驾驶有座 你要想上后排 他得把副驾驶那个座椅给你放倒 然后你到后排 然后过江应该是欧江吧 啊过欧江 然后那个上那个小公公 他拽你上我的车上我的车 就玩命拽你啊 也是竞争啊 对我还去过台州 台州有个地方叫临海吧 好像还去过啊 好吧朋友们啊 就聊到这儿啊 中国这个负担越来越重啊 这个成本呀物价呀 我��� raises 还ada 这个车 我就粉лись 那 有一条 一条 主